总统蔡英文出访家的比海友邦 结束美国纽约国境之后 快山海地4.5小时 随后前往圣克里斯多福吉尼维斯停留三晚 在当地时间15号上午 参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列的世界文化遗产 布林石东堡垒国家公园 我期待透过考察和交流 两国的旅游业者 可以持续的建立起合作的管道 把加勒比海美丽的风情 介绍给更多的台湾人 当然也欢迎更多的圣克里斯多福吉尼维斯的朋友 有机会可以来台湾走走 下午在总理哈里斯的陪同下 参观客国首都巴士底市的地标 伯克利纪念中塔 受到客国民众跟学童热烈欢迎 之后蔡总统受邀到总督府 总督席顿亲自迎接 台制政客国勋章给蔡总统 大赞他是具远见卓越的领导者 这是对我们两国长期的友谊 以及彼此发展的伙伴关系最大的肯定 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独立建国的时候 第一个建立外交关系的友邦就是中华民国台湾 而席顿总督当时则是来台洽谈建交的重要推手 从总督阁下手中接受勋章意义非常的重大 客国行程结束后蔡英文将继续前往 盛文森和盛路西亚两国访问 回程也将过境美国丹佛停留两晚 中国海协会会长张志军批评蔡英文辖美自重 想为台独分裂找靠山 还集会董事长张晓月16号回应 恶意批评无助两岸关系发展 呼吁中国务实看待中华民国存在事实 孙中心台报道